他不愿惹事,希望安宁与平静一些,可这些人一次又一次,欺人太甚,逼他不得不出手反击。 这次是谁,徐婉怡,穆家,还是银翅天神。 尤其是前面两个,实力都很强,真要调查的话,但凡有所怀疑,多半就会无情下手。 牵连无辜,估计那两家根本不会在乎。 宁可错杀三千,不肯放过一个这符合他们的行事风格。 楚风一边赶路,一边仔细私存,穆家无疑是最强的,其次是徐婉怡,他可以借助林叶宇的力量。 至于银翅天神,虽然个人战力无匹,但关系与人脉不及前两者。 楚风胸腔中有一股怒焰在跳动,这些人肆无忌惮,竟然要对他的父母下手,无论是谁都要付出代价。 山林茂密,一路上不时出现各种怪物。 楚风数次杀死变异的猛兽,快速奔行,恨不得立刻赶到顺天,他真的很担心父母的安危。 江宁,碧湖湾别墅区,徐婉怡在帮林叶宇捏肩,轻声细语,跟他说着什么。 林叶宇开口,道,婉青不在了,我也很伤感,但现在看来还是菩提基因的嫌疑最大,那次他们夜席,才导致婉青死去。 我也只是对那个楚风有些怀疑而已,毕竟,婉青和穆曾经针对过他。 徐婉怡说道,他摇了摇头,道,既然没有什么证据,那我就放手吧,你放心好了。 徐婉怡嫣然一笑,美眸鞋朴,红唇透出晶莹的光泽,甚是妩媚。 事实上,就在不久前,他联系了穆家,告知自己的种种怀疑,他短时间内的确不会出手了,但穆家要怎么行动,那就随他们了。 穆死了,这可不是小事。 他在穆家深得一些长辈宠溺,要不然的话也不会被人很亲切地直接称呼为穆。 最近以来,穆家正在展开各种调查。 徐婉怡笑得很甜,他在静等结果,哪怕跟楚风没有什么关系,估计穆家也会让他脱一层皮。 穆家的确在行动。 最近以来,他们在跟踪金刚,想从他入手调查牛神王的来历。 因为他们怀疑沙漠的牛神王或许跟菩提金有关,跟金刚认识。 在白蛇岭大战之前,穆增告知家族他损失了18名艺人,都服侍过最新药剂,能十倍提升战力。 根据现场勘察,18名艺人都被艺人所杀。 当时,附近有这种实力的,金刚嫌疑最大。 后来得到证实,金刚的确在那片区域出没过,在秘密行动。 金刚离开太行山了吗? 穆家有人问道。 没有,一名艺人禀告。 这么多天过去,金刚都没有远去,一直在太行山附近徘徊,像是在寻觅着什么。 穆家已经遣出顶级高手,前去追踪。 金刚在找谁? 自然是那两头牛,他憋了一肚子火,想查个清楚。 他丝毫不知,替楚风背了黑锅。 当初,穆与徐婉清一共派出18名艺人,在半路上截杀楚风,结果全被击毙,事后这口锅落在金刚头上。 现在这个时期太敏感,没有办法动金刚,况且他很强,连陈海师父都不见得能杀他。 至于那个楚风,穆家有人在下达指令。 看得出,这个陈海很超凡,实力相当可怕,连穆家人都对他带着敬称,就是他在负责追踪金刚。 他是一位拳法高手,练了很多年行一拳,出手如电,含有敌手。 陈海师父只服食过一枚最为普通的异果,净化效果不明显。 一旦日后我们得到奇异小树上的果实,让他服用,会立刻造就出一位绝顶强者。 这是穆家看重陈海的原因,多叫上几名高手,跟着陈海师父。 穆家的一位重要人物吩咐,陈海师父的行一拳,出神入化,含有对手,去对付一个凡人,还要人帮忙。 有人不解,万一楚风就是牛神王呢? 不怕一万,就怕万一。 是,夜晚,篝火跳动。 楚风坐在山地中,耐心地烤一只山鸡,他一变了,个头没怎么变,但力量骤增,他的会能轻易拙破钢铁。 这实在有点可怕,一只山鸡而已,都已经有这种攻击力。 不过,他现在已成为楚风的食物,被烤得金黄油亮,香喷喷,味道不错。 在赞美食物时,他也有忧虑,变异的猛兽,禽鸟越来越多,都可以轻易杀死人类。 日后这将会是怎样的一个事件? 吃完食物,他取出食盒,对着月光观看,意图下的种子越发的灿烂,绿灰弥漫,喷勃强大的生机。 核盖开启后,种子在夜下绿盈盈,但那种生机被食盒所组,不能倾泻而出。 突然,楚风猛地抬头,他有所感应,快速收起食盒,机体绷紧,看向半空。 一头猛禽,足有六七米长,贴着山路急速而来。 这应该是一只鹰笋蜕变成的一禽,与异如金属,在夜晚发出冷冽的光泽,眼睛胸利,盯着这边。 楚风吃惊,并不是因为鹰笋过墙,而是发现他被驯服了。 在他的背上,有三个人还有一只小狗,居然成鹰而来,这很惊人。 这是楚风第一次见到有人驾驭猛禽,欲空而行,这让他颇受触动。 错,一个消瘦的男子跳了下来,而此时,那投鹰离地面还有六米高呢。 砰的一声,他如一杆标枪般钉在地上,身体纹丝未动,他双目有神,发出破人的光束,身体虽然略瘦,但却蕴含着惊人的力量。 他的机体有一层光泽,给人非常危险的感觉。 楚风第一时间戒备,他觉得这个三十几岁的中年男子十分危险,比鹰笋还具有野性如同一头可怕的猛兽。 接着,鹰笋降低高度,一男一女跳了下来。 男子很矮,只有一米四左右,面带土色。 女人还算漂亮,亭亭玉立,刚落在地上,周围就有一株又一株藤蔓破土而出,将它保护在当中。 哇,鹰背上还有一只狗,很小,不过一尺长,但是鼻子敏锐,像是确定了什么,对着楚风一顿乱废。 对,楚风,女子笑着开口,眸波流转,拢了拢袖发,身处藤蔓间,很娇艳。 楚风明白了,这几人在追踪他,鹰笋有速度,那只变异的狗则彼此通灵,一路追到这里。 中年男子的目光具有侵略性,盯着楚风,刚才虽然隔着很远,但他还是注意到,楚风手中像是有什么东西,绿莹莹。 拿出来,中年男子陈海开口,很强势。 他是沐家请出来的高手,原本就是要对付楚风,不管是不是牛神王,都要拿下,现在怀疑他身上有义务,直接冷硬地索取。 你们是什么人? 楚风开口问道,想弄清楚他们的来历。 有人想对他父母动手,多半就是这三人背后的势力。 错,那个只有一米五左右,面带土色的男子竟消失,直接对楚风动手。 嗯,楚风相当吃惊,危险来自脚下。 砰的一声,当他跃起时,原来所站的地方吐势蹦开,有一柄利刃透了出来,如果没有躲开,脚掌就被削掉了。 这让楚风惊异,这个人居然能在地下穿行。 哼,他又一次躲开,原地再次冲起一柄利刃,土石飞剑,防不胜防。 楚风露出怪异之色,这个人身材低矮,可以在地下穿行,简直跟传说中的土行孙差不多,能力相近。 哼,第三次时,楚风没有躲避,而是猛力一脚踏在地上,他的力量何其强大,可以打碎万斤巨石,当即让那里崩碎。 他捏拳印,想轰杀这个土行孙。 然而,土石炸开后,地下没什么坑洞与地道,那个身形低矮的男子像是可以融入土中,踪迹全无。 真的非常像土行孙。 有意思,你身上果然有古怪。 消瘦而危险的中年男子陈海开口,背负双手站在那里,眼神破人,带着冷笑。 他是一个拳法高手,将行义拳练出了门道,再加上一颗普通的异果相助,他的实力极其恐怖。 虽然机缘笔布了金刚,银翅天神,没有服饰过奇异小树上的果实,但从实力上来说,绝对不弱。 他要是能服饰艺术上的果实,一身战力将会无比恐怖,一跃成为当下的绝顶高手。 沐家已经向他保证,会为他提供一枚药效非常强大的神秘果实,助他进化成最强高手之一。 将你身上的东西交出来,我不会舍如你。 陈海冷漠地说道,他觉得楚风身上有他需要的东西。 这是练拳道一定境界后的直觉,那义务了不得,虽然只匆匆看了一眼,但却让他的心受到触动。 别不识抬举。 陈海盯着楚风,枪的一声,一面奇异的盾牌从他的手臂上滑落到掌中,这个人不仅实力强大,还非常谨慎。 万一是牛神王,他也无惧,因为这是沐家最新研究出来的合金材料,坚硬得过分,可以挡炮弹,更能防剑雨。